欢迎昨天今晚九点热话题 我是业佳荣 新总统赖清德上任短短三天 对岸马上有军事上的大动作了 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宣布 要在今明两天对台湾展开大规模的军演 而且等于是全方位的包围台澎金马 目的是要严厉的警告跟惩戒台独分裂势力 而国防部则是回应感到遗憾 不过已经派出了海空跟地面兵力来应对 23号上午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 无预警以惩戒台独为由 连续两天展开名为联合力舰 2024A的大规模围台军演 从大陆官方曝光的军演画面能看到 弦号533主要负责反潜防空对海对岸 打击的南通号飞弹护卫舰和歼系列战机 共军声称这次军演派出包括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还公布演习五大区块 除了包围台湾本岛最近区域在东部 金门马祖乌秋雨东营岛周边也在军演范围内 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一阳舰编队 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执行战备警巡任务 在我身后就是号称台岛北部门户的彭嘉宇 拿共军这次演习区示意图重叠比对国防部公布的 防空识别区图像可以发现 陆方五个演习区块都在我方防空识别区内 也就是说陆方维持一贯态度 坚持海峡中线并不存在 陆方宣布围台军演一小时后 大陆福建海警也公告 在乌秋雨东营岛附近海域展开综合执法演练 海巡署公布的画面 骤眼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海警船 以编队方式航入东营乌秋等离岛水域 在海巡全程按海监控 并调度巡防艇搜战驱离后 四艘海警船航入时间大约一小时后离去 TVBS新闻陈旭 王韵廷 李敏珍综合报道 而共军这次的演习出动包括 尖系列的战机 东风导弹还有登陆舰等等 而学者评论认为这等于是 陆方做武力犯台的演练 用联合封锁的作战模式来切断台湾 对外的海空交通 这次的军演名称后面有一个英文字母 加上了一个A 所以他认为不排除两天过后 可能会再发动另一轮的军演 在宣扬操弄台独的恶劣程度上 赖清德已超越李登辉 程水扁 蔡英文 从共军宣布围台军演开始 大陆央视就以直播的方式 报道军演最新画面 并安排主播和评论员 轮番痛斥总统赖清德的520演说 掀起新两国论 才会让陆方发动新一轮围台军演 赖清德的这番新两国论的论调 已经触及到了大陆 去严厉地打击和扼压台独的 这样一个政治红线 那么这是不容低估的一个高度的风险 军军东部战区讯息显示 这次军演动用的武器装备 包括歼20 歼16 0520型飞弹驱逐舰 东风导弹 像是远程火箭炮 还有071型船务登陆舰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接中评论 这就是一次武力犯台的全过程演练 整理近期共军宣布围台军演 共有四次 分别是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台 2023年时任总统蔡英文 过境美国与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会面 还有时任副总统赖清德 出访友邦两度过境美国访台 和2024年赖清德520就职演说后 台湾经济是外向型的 它的能源消费大部分都依赖进口 特别是石油消费 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因此一旦它被围困 封锁 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崩溃 为了保障国人安全 国军也动起来 花联空军基地四架F16V 23号下午2点半降落基地 右翼一间有挂弹 还装有辅助邮箱 在新竹也难看到幻象战机起降 海军也释出画面表示 班超军舰在海面上监控共军的绍兴舰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综合报道 今天刚好也是总统赖清德 首次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去视察营区 他强调能面对对岸的这个动作 他会持续来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证实 他自己一大早7点半 就已经在应变中心作证 总统怎么看中中八重联合军演 会不会觉得是针对你的旧职演说 梅魂英记者喊话赖总统23日首次以三军统帅身份 视察营区 韩处一定会跟国军站在底线 此时此刻 国际社会正高度关注民主台湾 而面对外在的挑战与威胁 我们会持续 那清德第一个视察的营区 是海军陆战队66旅 平时负责保卫北台湾位数首都 展示低空防空火力 总统也看了能反装甲的红轴火箭弹 以及国造红雀无人机 陪同了还有新上任的国防部长 顾立雄 听说你今天早上七点半就已经去掌握了 我们成立应变中心 我有进去应变中心 有排除要进入到恒山指挥所吗 因为我们在广乎本身就有应变中心的程度 所以我本身就进去应变中心 那之后我再去开行政院会 然后等等 那我会他们随时会跟我通报最新的情况 那我们会妥事的因应 应对共军威胁空军一早升空 军事民也侧路拦截录音 国军证实截至下午2点 争获了42架次攻击 其中28架次进入我应变区 中共也派出15艘作战舰和16艘次海警船 国军备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 特别剪辑新战影片 也批评中共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国军捍卫家营的决心 跟这声音一样坚决 这次共军整个军演的范围 金门的禁线水域也划设在这个执法的范围里面 而像金门机场跟这个水头码头 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在往返惊吓两地 不过他们出游的心情 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23号开始 解放军宣布对台展开 为期两天的包围四军演 而其中位于离岛的金门 更是首当其冲被划入的演习的范围里头 不过实际来到金门机场 会发现旅客依旧很多 甚至从台北到金门的机位 更是一票难求 有一点紧张 对 就是我有特别看 就是有没有取消班级之类的 就是我有特别看一下这样 我觉得还好 因为可能就一直都这样都习惯了 就连外国媒体也相当关注 但对于在第一线的民众 似乎影响不大 甚至还有游览车出团 另外小三通的旅客 甚至不减反征 除了在金门的本岛旅游 就在中共对台实施军演的这个时候 还是很多民众在金门的水头码头 他们要搭船前往厦门 没有影响 我们现在平均每天的旅客 单向大概一千六左右 平均都保持这样子 老百姓来讲是不希望有事前发生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安息热月 两岸能够三通维治三通 这才是能够感情的 比资感情的交流 不过得要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民 可得就要更加小心谨慎 虽然大部分民众不太担心 但陆方军演持续两天 相关单位绷紧神经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而对案的这个动作 国际媒体当然是高度在关注 CNN记者就从军演的名称来解析 他认为大陆其实蛮担心台美的民主盟友 会越走越近 而美军的印太副司令则是形容 大陆俨然已经成为临近海域的恶霸 可能早在去年度就曾经演练 要侵犯台湾 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军演 CNN驻台湾记者也有详细分析 除了发现军演名称暗藏玄机之外 也指出解放军的动作并不意外 因为中国本来就担心赖政府会和美国越走越近 平面报道方面 CNN标题写出中国在台湾周边开始惩罚式军演 BBC则以台湾立场当标题 谴责中国军演是无理挑衅 其余日本媒体也大篇幅报道 认为中国是想向赖政府施压 好切断台湾经济命脉 基于中东的半岛电视台 也有报道解放军围台军演的相关消息 日本表示 正与美国盟友观察台海情势 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 也有最新回应 他在澳洲坎培拉演说中提及 中共早在去年就曾演练清台 而中国不只对台海带来威胁 也早是周边海域南海东海的恶霸 若印太地区爆发冲突 破坏性难以想象 本新闻 综合报道 而对岸对台湾的盘算 难道也包括我们的国会吗 情侣作家石板明夫 他引述了大陆流亡作家 红元宾的文章就指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指示 对台湾的统战计划 这个战场也包括了立法院 不过国民党的党团走召 傅昆奇是严正驳斥 提早两天两夜排队 国民党要聘24号第一个送案 把国会改革法案最后拼图完成 但情侣作家石板明夫贴出 大陆流亡作家袁鸿斌二月曾披露 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指示要占领台湾立法院 对比立冤状况如同照剧本演出 他们过去也是说 北京收买了新潮流 民进党随时可以收买的人 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 是浪费纯神 不想随风起舞 但民进党大党边柯建民 也直言立愿变成习近平的管辖范围 不满被贴上红标签 蓝白否认口径一致 倒是傅昆奇反咬民进党这件事 看来不选择舞斗在祭出暗海战术 但现在连外媒也有质疑声音 彭博指出青中反对派 企图削弱总统权力 会让赖清德在治理上有困难 国民党特别召开国际记者会 好好说明清楚 指现场外媒 德国之声提问 反咨询明文定义 吴中宪说立法院完成后 再跟人民做交代 民进党立委就说 这不就是黑箱 最喜欢的是用书面来处理 这次的国会改革法案呢 是蓝白的合作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就说选后到现在 外总统的阵营 没有任何人跟民众党来沟通接触 不过绿营也反击 是民众党自己先选边站 不是不跟民进党合作 是没看到绿营先释出善意 而和蓝营是否继续合作 要先看半年左右 前半年我们就这样 台湾民众党过去有一些政治上的主张 我们在这个阶段是先通过再说 我就觉得民进党在反对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民进党以前的主张 有的甚至是赖兴德自己的主张 要写询民进党 因为包括国会职权修法 客问者纳闷 许多都是民进党过去主张 但绿营也会呛 其实在2015年 刚当选市长的客问者 和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 关系不差 不只在台南相会用餐 还因医师身份 让两人距离又更近了点 不过在去年选举 交情变调 更是公开翻脸 这回被说不接触 民进党立委也反击 是对方先划线 在虽然看不见民众党价值理念 客问者也回呛绿营 带风向最会 我看他这几天在做梗图 就是说什么花冬两兆的钱跟法案 我跟大家讲 五月十七号根本没有讨论这一题 不管是认知作战 或者是带风向 侧风向 民进党还是很厉害 没等到绿白实质沟通 再度隔空交货 体育的新闻 谢侯认良佩玉还唱报道 立法院之前 在表决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采用举手表决 引发了争议 民进党认为 举手是无法记名的 而今天立委中嘉宾 他就对着立院的秘书长周万来怒呛 他认为呢 以后应该都要采取剧名的方式 如果无法坚持的话 他会将他从主席台上赶下来 这真的是立院秘书长周万来的真心话吗 郭国文自17号 抢了周万来首周文件之后 六天后再登台 郭国文没有道歉 只确定周万来身心灵都没事 不过绿营立委想问周万来的是 举手表决 请要我们未来的法案表决 要确定用具名的方式 确保我们事件的申请 可以合乎要件 民进党 你如果未来不能坚持这两点 我们会保证 把你从主席台上赶下来 身兼招伟的中嘉宾话 说得很重 接放质询的罗志强赶紧送乱 但举手表决到底行不行 其实按照法规没有明确规范 而这五项表决方式 院会最常见的就是表决器表决 至于投票或是点名表决 如果两方都没有过半数时 该案就不通过 举手表决都是在委员会里面进行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重大的议案 它涉及到宪政的体制 它涉及到人民的权利 如果说可以用表决器来表决的话 那当然可以清楚地呈现 所有的委员的态度 未来如果要申请示线的时候 大法官有解释过 只有在行使立法委员职权 投票表示反对的委员 才有资格一起来参与申请示线 民进党对投票方式有争议 但要不要修法 目前还没有规划 另一个争论是台中捷运的砍人案 这名嫌犯是不是故意挑蓝营执政县市呢 不过台中市警察局长他强调 嫌犯应讯的时候 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政治立场 所以定调是随机作案 台中捷运迟到伤人案 红信嫌犯因为杀人未遂恐吓 公众等罪名被法院裁定羁押 为何挑选台中市作案犯罪动机 为何检警始终低调不回应 但外传他是因为政治因素 才挑选来因执政县市作案 因为台中市国民党执政而来 台中随机杀人 这个是真的假 我不知道这个讯息从哪里来 犯罪动机是否跟政治立场有关 警察局长李文章直接否认 将整起案件发生定调为随机作案 红信嫌犯被送往开恩搜索 预方表示他第一晚没有睡好 情绪低落没有食欲 也不配合作息时间 但因为身上有伤 会是需求安排医生 精神状况来讲不算稳定 那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骚动 而他入看守所第一天的三餐 也出炉 早餐是稀饭花瓜还有柏拉肥粥 中午则是南瓜米粉红豆牛奶汤 晚餐煮菜冲烧鸡丁 精华豆腐 加上欧烈阿给汤 除非有重大的传染疾病 或是说他有伤害他人之余 我们才会给他安排在单人设法 捷运迟到伤人事件 警方定调随机事件 但红信嫌犯案发前一星期 就先买好刀 平时驻高雄却提前两天 一路带着刀 搭高铁北上台中作案 种种疑点无法明确交代 随着红信嫌犯被逮捕 关进看守所 却留下更多问号 让外界看不透 TVB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当时在捷运上 立抗嫌犯的这名长法男子 他的身份被人冒用来向人借钱 而这名嫌犯落网之后说 只是想增加网路流量 但却触犯了设違法 被耸办 台中捷运车厢内发生 挥刀砍人案 长法哥奋不顾身 立抗嫌犯 这一幕不止同车乘客们感谢 更引发全台热议 他是真英雄 但英雄之名却遭冒用 隔天立刻出现这诈骗简讯 说我是终结长法男 急需用钱 但这是假简讯 刑事局在一天后 就揪出了假冒长法哥的嫌犯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追查 冒名长法男的嫌犯 是一名27岁灵性男子 他在网路论坛 股市爆料同学会担任小编 5月21号晚间 他自己创建账号 抬股两万冲冲冲 还贴文说 终结长法男找我借钱 请问我该借吗 底下附图是一张冒名终结 长法男传简讯借钱的截图 当晚这则贴文 立刻引发议论 灵性男子又赶快删文 还利用自己时论坛 管理员的权限 把创建的账号删除 说我缺钱还什么的 盗用我的照片之类的 要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真正的长法哥在病床上提醒 这是假的 要大家看好自己的钱包 但假冒长法哥的名义 散布布实讯息 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处三天以下拘留 或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 刑事局说将会 以由辖区警分局 报请法院裁处 TVBS新闻苏泰银宏 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